今天天氣超 超好的整个阳光明媚 所以我就把所有东西都拿到阳台来看 是否就在那边上课 现在超舒服 然后等等再来做餐食 真的是一个享受好的东西 我最近呢刚把气炸锅从我朋友那边拿回来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些气炸锅料理 刚好有这个猪五花还没用掉 所以我想要来做气炸锅咸猪肉 就可以冰在冰箱随时拿出来当小菜配的那种 然后现在也是我第一次做 所以我们就一起试试看 因为我知道猪五花是有皮的 所以我想要先把皮弄掉 不然那个应该会蛮硬的 好 一起 隔十 Rhode 如果谢谢大家加热红的色 如果会有补生放入那里 把少许几次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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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 使用它可能是少量的 啤酒 配合 很舞怒 我終於弄好午餐了 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我已經斷食了18個小時了 然後現在開始吃飯就按 然後我弄了這個韓式的炸醬麵 它是冷凍包超好吃 跟韓國炸醬麵的味道真的很像 然後還有剛剛看到的那個氣炸鍋豬五花 還有泡菜跟那種酸酸蘿蔔 我現在要來吃吃看那個豬五花 它看起來很多汁耶 可以耶 好方便喔 而且我也沒有醃很久耶 醃大概十分鐘以內我就下去炸了 然後那個氣炸鍋預熱五分鐘 剛好在你醃的時間可以先預熱 然後再烤十分鐘 好吃超方便的 然後這個也很好吃 要把牌子放在這 可是我不確定台灣買不買得到 不過如果你們去買那種 冷凍包的炸醬麵 應該都會是這個味道 我覺得這些泡麵炸醬麵 完全無法匹敵的 就韓式的 不是唯利炸醬麵那種 沒錯 那我就要來享用我的午餐 那我就要來享用我的午餐 很美味 嗯 嗯 炒烤 切成了點肉 切成前麥卤 放入鍋子,撞到 participate 正常 caused by%$%// 我剛去樓下拿了我買的IKEA包袱 終於可以好好來收納我的東西了 跟大家一起拆箱看我買了什麼 我總共買了七十多ABOX 大概是三千塊台幣 這怎麼已經有開過了很多機啊 首先呢是一個大盒子 這是什麼啊 給大家看一下 這樣子它是一個有抽屜三層的 這叫什麼啊 就是抽屜吧 抽屜櫃 那我是不是還要自己想辦法組裝嗎 因為它現在就是給我這些鐵片 OK好 等一下反正它組起來就會長這樣 然後呢我是想要把它放在我的衣櫃裡面 因為我的衣櫃呢 現在就是拉開是一整個大空間 魔術大空間 然後不是啊很蠢欸 那這樣子襪子內衣要放在哪裡 丟地上嗎 我就不懂它的設計 所以 自己買了這個 然後呢我還買了一個 托盤 就是想說 你知道吃早餐那樣 還曬太陽過的一個 假裝很愜意的生活 然後 還有一個磚板 然後還買了一組這個收納的盒子 這個超便宜的耶 這個只要3.5英鎊 也就是 大概 欸 數學好爛 大概150台幣吧 媽呀 我跟你講信號 我昨天換手機殼了 給大家看 這是 這是我客製化的照片 這是家人 我自己 然後跟我的朋友們 這剛好是我昨天剛收到的 新油燉的新殼 還買了 這個 這個 看得到這個圖嗎 它是那種 在浴室裡面掛的 因為我現在的浴室 它也沒有 可以放洗面容那些的地方 就是洗澡的地方 我現在只能放在地上 可是我覺得 每次洗澡都要萬一要去撿 真的太累了 才買了 這個 也是一個四層的收納櫃 然後因為這是那種塑膠的材質 所以我想要也是把它放在浴室 然後我就可以把化妝頂堆成椅子我這樣子 就在浴室化妝 接著我還買了一個烤吐司的膜 因為我上次不是有在影片裡面抱怨說 這裡的吐司很難吃嗎 是真的很難吃 所以我現在決定要來自己做吐司看看 所以我還買了這個cooling racket 這個叫什麼 就放涼的架子 然後我買了之後才發現 啊我烤箱裡面就有啊 那個架子拿出來不是一樣嗎 所以這個 有點算是白買了 然後我還買了一個 這個浴室的地毯 因為我不知道為什麼搬家搬一搬 我的地毯就不見了 所以 還買了 這個 一個毛毛拖鞋 因為我現在只有一雙室內拖 可是 我有陽台嗎 我想說陽台的拖鞋還是不要把我原本的拖鞋穿出去 就有個區別 所以一樣都買了一雙拖鞋 還買了 衣架子 然後 這個衣架是那種夾式的 就是 掛褲子的衣架 因為我現在的衣架都是那種掉衣服的衣架 所以想說一些夾褲子的 這樣 褲子也都可以掛起來就不用折 剩下最後一樣 是這個 一個 正方形的盒子 這我可以直接拆給你們看 欸 它被撞壞了 不行欸 這我感覺應該要客訴欸 對不對 心情好差喔 它是一個消光的黑色 然後香油金邊 打開 是這種可以放 茶包或是放咖啡粉的 我原本是想說 因為我買那個咖啡粉 它的袋子太強了 所以要到最底下的時候很難挖 如果倒進來 用大湯匙可能會比較好挖 可是它現在被撞成這樣 我有點想要把它 退掉 對 好 那以上就是我的IKEA開箱 接下來 就跟著我一起組裝這些夾具吧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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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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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跟IKEA講完電話了 就是 關於這個 被撞壞的 鋁罐 然後他們就說 要直接寄給我一個新的 他們連這個的照片也都沒有要 然後 這個也不用還他們 反正可能 這樣處理比較方便吧 總之 下周 我就可以拿到一個新的鋁罐了 好 來繼續拼這個 終於組裝好一個了 好 現在要來組裝第二個 浴室的 好累喔 我 我東西幾乎都收得差不多 然後來給大家看一下那個 我剛剛說 100多塊錢 然後17個的那個收納盒 打開來它是長這樣 兩大落東西 然後這邊有大的盒子 兩個 就是有大的盒子 兩個 還有一些 扁的 這個 譬如說我放那個 我剛剛中午吃的那個 蘿蔔片 是不是就剛剛好 然後這個 小的也有兩個 譬如說分裝的泡菜啊 等等的 然後 還有這個 幾個這種小盒子 譬如說放大蒜啊 調味料啊 反正每個盒子都一定有它的用處 我覺得收納盒真的好重要喔 不然冰箱的東西你很容易 冰進去就會壞掉 如果你沒有好好的 封口的話 另外一邊呢 是size比較 一致的 比較長型的這種 筒子 還有 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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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 由大到小的筒子啊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這總共只要 3.5磅 也就是150塊台幣 就有17個盒子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划算 去IKEA一定要買 好 那就這樣 我為他用茶 辣椒子 辣椒子 好 쓰 好的 差不多說好了 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如果是四天三夜的小旅行 我大概會帶什麼 這就是一般那種登機箱 如果旅行有到三天或是四天的話 我通常都會帶行李箱 因為拖著也比較方便嘛 如果背後背包就會很重 而且行李箱就是你就可以帶比較多東西 女生就是很喜歡很多的客席 好 反正這邊呢 是我的衣物 我就不講了 反正就是衣服 褲子 襪子 然後還有一套睡衣 因為晚上換睡衣睡覺比較舒服 然後呢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是我的化妝包 裡面呢 我就是每一個產品都只挑一樣 所以就是我的最愛 這是亞瑟蘭帶的粉持久 然後 Too cool for school的修容打亮 還有像腮紅我就會帶這種 裡面內附刷子的 就不用再多帶刷子 還有眼影蜜 這是我此生最愛 所以一定要帶 差不多就是這樣 我的化妝包 然後出去玩比較給白 就需要太陽眼鏡 然後 還有一些充電的線相機什麼的 欸是不是看不到 對這邊相機的線啊 什麼的 然後我還帶了一個包包 因為 雖然會背後背包 可是有時候 就是出門可以比較簡便的時候 我就可以背包包出去嘛 那這個包包我也沒有浪費收納的空間 我裡面是有白保養品的 這個屏幕宣言的那個 靈芝水 還有我的小棕瓶 以及 Jo Malone的香水 然後像這個B5霜我也有帶 但是它就是不怕妝 它是那種軟膠管 所以就直接丟進去 然後這個是那個 Banilla Coal的卸妝膏 還有一塊鳳梨酥 因為我就是這趟旅行 會遇到我一個好久不見的西班牙朋友 然後之前我有送他吃鳳梨酥 他覺得很好吃 然後這是我們時隔六年吧 要再一次見面 所以 我再帶了一顆鳳梨酥給他 這就是我的小旅行會帶的行李箱 啊對等一下放口罩 差點忘記 就是疫情的新小物 然後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